我們剛剛講比里長他們委外的廠商 再整個巡一遍 就配合里長 就是再去看一遍 那哪一些需要修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我們再一次把它做處理 那這個部分 當然 樹雖然 長得很密 那這個部分 可能為了陽光上的真舉 它有一些枝幹 它會往下長 那這部分可能就會影響到 到這個民眾的活動或修學 那當然這部分 現在是我們在做管理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 我們也有這個委外的機制在 所以可以按照這個 里長今天所提到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整個重新的再檢視一遍 那哪些需要修整的部分 我們再做一次的修整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通知是不是效益能夠提高的部分 我想 因為樹雖有它的專業 講快講快 因為專業是公園處 那那個專業是公園處 很好 住宅企劃這位他也很幫忙 是不是也有公園處文化局的一起 因為那個畢竟那個是專業的部分 我們請他們一起來看 對對對 因為上次已經有未堪了 對不對 因為擔當只有 處宅企劃有 怕那個專業 因為他們有各方的領域 這個我們配合 因為好不好 希望有一個具體的 實際未堪的結果 怎麼要來修術 對對對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做 按照里長這邊的意見 我們會再做出 那剛剛提到的那個 通知的效率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想 我們就會改進 就是說如果說 隨時通知的話 我想我們現在就是直接 單一一個窗口 就是我們理部長 那如果聯絡不到 那我想這個部分可以流化 他應該會來回應 那這部分我想應該可以改善 那再看看 大家的改善的結果怎麼樣 再跟我們說明 如果沒改善到 我們再來要求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對於這個 我想我們的原則 我們盡量不會動到樹的部分 我們就盡量不要動到 這是我們的原則 那當初也不會留下 那麼多的開放空間下來 主要目的當然是希望說 大家的訴求 希望有一個公園 能夠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比較大的活動空間 甚至是綠的空間 那當然 所以 剛剛提到的存活性 我們也是相當重視 如果在原來的地方 他會活不好 那當然我們要考慮到 各種可能的方法 讓他到一個比較 未來能夠永久 能夠存活的一個地方 或是長得更好的地方 長得更大的地方 能夠來讓他 能夠有一個更能夠發展的空間 那這部分我想說 如果一個樹 能夠大部分都留在北側的這個空間的話 當然是一個 對樹未來 未來是好的一個方向 如果他能夠順利的移植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是以這個 工程上面和樹的移植 哪一個是好的這個評估 我們會做一個評估 那當然 對於這個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如果說是要一次定值的時候 他需要用什麼樣的規格 規範 這個部分我想樹保 都會有要求 那這部分我們就照目要求 來做處理 那另外對於這個 整個 數學裡面 剛剛也提到說 如果有核跟病的部分 我們會按照核跟病的處理方式 來做處理 那這個部分 如果需要移植的部分 或者是未來土壤需要做 增薰做處理的話 這部分我們也會做 按照這個規定來做處理 那 在今天也提到這個 地震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也了解 地震 確實是我們現在目前沒有辦法 預防的這個災害 那當然 我們未來 所以我們未來蓋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在 我們的耐震程度 我們是在 這個耐震系數是1.25 這個是會耐六級地震 那 在那個 行政大樓的部分 行政大樓的部分 因為有警察局 它會 涉及到1.5 就是 屬於這個 更高級的這個 耐震系數 我摩擬這樣 做模擬頭身的 地震有什麼辦法做啊 對 你剛剛講說 模擬頭身是指 B洞的那部分嗎 整個 當然 當然這個 就是 就防災來講 那種規格來做模擬 有獨發局不知道這邊可不可以做 這個部分我想 環瓶應該有幫我們做檢視過了吧 那 那當然我們自己都省的部分 我們未來 右手都環瓶並沒有這樣 欸 打開耶 對 這個部分我想 我跟您報告一下 未來要經過的 我們現在已經經過了一個環瓶 那未來我們這個都市設計準則是已經通過 那我們還有第二階段就是 當我們的廠商找到以後 他還會再送一次都省 會再送一次都省 那那個時候我們還會再 就廠商規劃出來的結果 再做一次實際的審查 那這部分您講的所謂的防災 這部分就考慮進去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講那個 呃 有關於理名意見的部分 我想我們今天確實 今天大家理名的意見的部分 我們都會帶回去 做一個仔細的評估 那當然大家都是為了樹能夠更好 那也希望這個開發上面 對樹的影響能夠降到最低 這部分是我想的最基本的原則 那 呃 好 那待會還有文化局和李幹事這邊 要回應的部分 希望中國李幹事回應 對對對 是是是 我會 那李幹事這邊先回應 然後再來我們文化局這邊 看有什麼意見 謝謝 來 不好意思齁 呃 因為 呃 權責機關啊 前幾天已經有向里長說明過 那個今天開會的內容 那里長因為今天有公務 所以不能來參加 那就剛剛開會的知識單的問題 我稍微就回應一下 就是說 呃 我們開會通知單裡面的內容 並沒有要求說 李幹事要用什麼樣的形式 那我們中國李的廣播系統啊 就是 監製的蠻完善的 那用廣播的方式也是可以轉支 李的 而且我看一下在座的 李的 三四五牌 偏這邊的部分 還有這幾位女士 也是我們中國李的 噢 對今天晚上 那,就這個部分,6點17分才廣播,你還說沒事 是的,還有真的,我要說的是這個資訊在那個權責機關的網站上面也是有公告的 不好意思,然後所以說,就現場的民眾來講,以我們中國裡來講,就是廣播的效果其實也是蠻好的 現場出現的民眾,我們中國裡也有好幾位,是這樣子,那以後我們再做改善,這樣子好嗎 謝謝,我補充一下,我是中國裡來,因為我們的裡辦公室是偏西邊的,不是在中心點,所以我們的 我們在裡面,要進來看,而且那個捷運站在蓋,交通真的很不方便,所以我們一貫都是用那個廣播的方式,讓裡面每個都知道 因為我們在裡面都是偏,跟那個北邊跟東邊,而我們都偏西亞,所以他們來這邊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跟那個理想的方式,都是用廣播的方式,所以一直一直在廣播 所以希望這個李明,當然是公民記者,他不了解我們一貫作風,所以請你原諒 我不會怪你,讓大家知道一下,我們蹲破底的一貫作風是怎樣 謝謝 謝謝,那剛剛還有文化,你這邊要回應一個文化,我們開始 文化 不好意思,七點鐘開會,六點十七分,才通知 因為我們下班時間,大家可以聽得到,有興趣,或者有西亞,他會來聽 不一定要提早告訴你,提早告訴你,不來還是沒有用,對不對 有關心他就會來 我問一問,報告就是,將就有提到說,這個全區售寶庫數目33出 這個其實就是,挖掘尾波的團體的廠商,他們有去對數目進行量測 那他也都有提供數據資料,包含這個量測的照片 那就共識33出達到售寶庫標準 請問一下,案局這邊,在請廠商這邊補充一下,有關於剛才有民眾問到行道數數種,空氣進化數種,受保護數目數量的部分 還有剛才96項民眾,好幾位民眾都強烈希望能夠就地保存這個部分,請廠商這邊,請問一下 聽到,好久沒有要來參加這一種,這種規律 聽到各位相親喔,這麼熱烈的討論 而且對自家的環境那麼,這麼關心喔,真的很感動 唉,容我等一下用兩種身分來發言,好不好 第一個身分是,他們是我的業主,我用他的一個委託的一單位來發言 第一個,受保護數目的規定,直徑80公分以上 胸圍